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则是努力和技巧缺一不可 在周深最近刚参加了新综艺《创造营2021》当中 我们看到了周深和其他导师一起带着创造营的新成员 迎接属于他们的辉煌 一出场就引来了尖叫声 唱歌的周深就是帅气 学员对周深的初印象都是唱歌很好听 听网友们纷纷表示 想要去参加创造营 想让周深教自己唱歌 周深在专业的领域散发着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 可能很多人对周深的导师经历不太了解 其实周深之前就已经参加过类似的活动了 只是那个时候认识这个男孩的观众不太多 因而忽视了这些综艺 话说回来周深的调皮和幽默可是出了名的 在这个比较严肃的场合 周深会不会稍微的收敛一下自己呢 结果我们是猜不到的 因为周老师一会调皮一会严肃 从这两期的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周深一直都在活跃现场的气氛 试图给学员营造比较轻松的氛围 但是在学员表演的时候 周深可是一脸严肃的样子 时而在纸上写一些东西 时而眯着眼睛欣赏学员的表演 这个多面的形象更是受到了粉丝的喜爱呢 在这个舞台之上 其实我们更加深层色的认识了这个宝藏男孩 见识到周深的真诚和善良 比如给学员举麦的时候 选择站在了旁边或者是身后 从不会抢镜头 在学员表演完成的时候说一声谢谢 并且给学员指挥到座位的路线 暖心的替学员解围 用自己的精力告诉学员 唱歌的时候尽量控制面部表情 在这个舞台之上 见识到了周深对一代唱歌的严肃和尊重 比如说对于某些学员在跳舞的过程当中 不唱歌的态度 周深就直接的询问 到底应不应该开麦呀 面对学员对舞台的不尊重 周深告诫了学员 珍惜这个舞台 因为自己身边优秀的人太多了 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机会上来 周深从知道的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踏上了一条艰辛的道路 对人的真诚和善意 对舞台的尊重与元素 已经深深的刻在他的灵魂之上 再不被看好了那些年里 周深就带着这样的态度 所以他会说珍惜舞台的机会 因为要被观众认识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同时也要努力 因为优秀的人太多了 是啊 所有周深一直都在努力 是啊 所以周深一直都在努力 有些天赋是他从小就学会的 而有些东西却是他在背后 勤奋学习获得的 我们看到的曲风多边的周深都是表象 值得注意的就是内在的那份努力 每个人都想要往更高出走 周深也不例外 在娱乐圈当中的这些年 他也和很多国家级的歌唱家合作过 因为遇见过优秀 所以更加的敬畏这些优秀的人 所以他才足够谦逊 他会和别人分享他看到的一切 会分享他领悟到的一切 他一直都在给粉丝输送正能量的信息 周深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人 他尽自己的所能 希望可以继续的留在这个舞台上唱歌 他身上带着光芒 就这样闯入到粉丝的世界 就这样 我们看着他走向更多的舞台 走到更加优秀的舞台之上 没有随随便便喜欢一个人的现象 喜欢他都是有理由的 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相似的地方 也可以弥补到自身缺失的地方 无论如何 希望粉丝周深的小伙伴们 让自己的变得越来越好吧 倒流回这一处的相遇 吃光不断 娱乐不停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